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政院的上海资金计划 我们从109年9月到现在执行了将近快三年的时间 很感谢我们这段时间的这些工作同僚 还有新年人员的一个协助 那我们也结合了沿线的这个乡镇公所 包括花莲的寿丰丰兵 还有我们台东的长宾成功东河绿岛乡的一些共同努力 来维护我们这个海岸的一个清洁 那这段时间我们总计也动员了超过四万五千人次 然后也清除了将近三千吨的垃圾 除了这个贪近海的工作之外 那我们也在这段时间也举办许多的一些教育的训练 那包括我们自己的同仁 还有一些的清洁人员 或者是公所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人员 都一起来参加 那我们的课程包括有这个 宣导这个海洋垃圾与洋流的关系 然后一些向海致敬的一些重点业务 透过跟我们沿线的一些业者的合作 我们提供了一些环保不锈钢的一些餐盘餐具 来让这业者使用 同时也对于这个水域的游戏安全 来做了一些宣导或者是一些游戏 来让民众能够更加的重视 我们沿线的这些艺术家来做合作 在我们每年的东海大地艺术节呢 来做一些大型的一些装置艺术 我们从105年开始就做我们的海域的一些生态调查 然后这几年的调查也发现了我们 这些东海的海域还包括绿岛呢 其实这个海底的世界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美丽 那我们甚至在1111年的6月 我们办理了一个三仙台 一个潜水近海的工作假期 邀请这个不同领域的这些潜水专业人士呢 一起来响应这个海底的近海工作之外呢 也希望可以让更多的民众呢 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海岸 然后呢能够这个近海知海近海 然后来达到这个向海致敬的一个核心目标